醒目一拍咱们是继续轻勉之战 前文书咱们正说到 龙木山一场大战下来 轻勉双方啊一和了 当然这种一和呀 它并不是这轻勉双方政府派出代表 相互磋商出来的结果 而是镇前两方将领的决定 说白了呢也无非就是啊 临时的这么一个停战协议 为什么呢 因为双方的最高军事统帅部啊 在这会儿都没做出啊 下一步的军事指示 于是前方的将领啊 就临时决定双方霸战 乐得一个清闲 这会儿在龙木山啊 负责指挥的清军将领 是总兵诸伦 这诸伦想啊 这停战协议啊 怎么说对自己这一方啊 是完全没有亏吃的 首先说呢 我方兵力不足 这会儿啊 云贵总督杨用居 以及这云南提督李时生 在后方啊 正在调集筹措人马 这味的呀 就是往前线补充 我这前线手里 攥着这几千人啊 只有站立着有离地形 才能与缅方对持 要不依靠这高山显爱啊 这缅军早就打过来了 于是这诸伦呢 首先就响应了 双方的停战协议 那么说这会儿 缅甸一方领队的将军是谁呢 这缅甸一方啊 这会儿领兵的将军名字叫做呀 蒙涅朝折 哎 这哥们这名字呀 是又难念又难写 在这缅甸一方啊 还有一位监军 好家伙 这位监军了不起了 监军呢 是位亲王 当然了 这缅甸一方 他无非也就是王国 在那儿啊 应该是没有亲王这个爵位 但是差不铃吧 他是这个缅甸王孟伯的弟弟 叫补坑 哎 这俩人呢 在这军中啊 说话算说 实际上呢 这前提霸战 是这俩人呢 商量出来的一条计策 这棱木山方向啊 攻不进去 所以在这儿就霸战求和了 可是他们呀 派出一只偏尸 两千多人 改道就攻击了万人官 万人官首相班地战死军中 游击马成龙前去解救 哎 不料遭了伏击 死在了河滩上 这会儿啊 这云南所有的带兵将领啊 都在埋怨着提督李时生 指挥不当 认为这位乾隆皇帝的宠臣 新任提督李时生啊 是空降来的 没有什么本事 无非呀 也就是会派华尔马 屁业官才坐得这么大 所以这提督大人派去支援万人官的各路人马 均是提交不动 最后啊 急得这提督大人竟然请出了乾隆爷的亡命棋牌 才调得总兵刘德成 与游击刘古梁各领本部人马呀 才对这个免兵形成了夹击之势 人家这群免兵啊也不傻呀 一看这便宜算是没少占了 于是蔫溜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呀 这臭不好脸的总督杨阳俊 竟然还给乾隆皇帝写了奏折 这奏折上说呀 又打胜仗了 咱们依然是大捷 实际上就在杨阳俊奏报大捷的这个时候 这万人官同闭官还在缅军手里 您可别忘了 这些关口啊 原来可是我方的关爱 也就是说呀 这缅甸一方啊 还占着我方的国土呢 这一转眼呢 就到了十二月份 就在这么一天呢 参将哈国兴的营里边 来了一位缅甸的将军 这一打听着哈国兴才知道 这位缅甸的将军呢 了不得 他竟然是啊 这次来犯缅甸一方的主帅 莽涅朝折 关于这个名字呀 咱们不抬杠 因为这孝庭杂禄所记呀 这人的名字叫莽涅秒折 可是当时来往于朝廷 与前线的公文当中啊 就写作莽涅朝折 咱们在这儿呢 还是按着这个公文档案上走吧 他来到这个哈国兴大营之后啊 哈国兴就发现他呀 挺客气 他说呀 他是来请和的 并且呢 他愿意在营中啊 与这哈国兴啊 双方喝下符水 作为这个霸兵的决心 哈国兴呢 倒是多少懂得一些 这缅甸一方的礼节 他知道这缅甸人呢 喝下符水 算是发了重视 虽然呢 将信将疑 但是还算是啊 偏重相信他说的话 可是哈国兴啊 你就没琢磨琢磨嘛 你无非啊 就是一个参将 在后方啊 有总督 有巡抚 还有这个提督大人 就算在这前方营里边啊 也有这个总兵 谁 他不比你官大呀 缅军的主帅 莽涅吵哲 叮吧叮吧 跑到你的营中 和你一个参将就议和了 是不是显得对方 有些草率啊 对于此事啊 这莽涅吵哲呀 倒是给出了解释 他说这个哈将军的大营啊 就在前提 咱们两个人呢 先定下停战协议 之后啊 后方的总督大人 提督大人 再有什么相关的文件要签署啊 咱们再签 这莽涅吵哲呀 为了表示诚意 嘴上啊 倒是跟这个哈国兴说了 他愿意从这个万任官 同闭官撤军 并且在此地 这棱木山一线呢 这缅军也愿意望后撤 撤回到当年呢 缅方的境内 也就是啊 这木邦蛮目一带 说完这话呀 人家可就回营了 哈国兴呢 也把这些事情 如实的奏报给了 后方的总督 和这个提督大人 这总督洋用具 和这个提督李时生 怎么想怎么做呀 咱们等会再说 咱们先说说 这前方的这些营里的将军们 哎 首先听着信的 那就是好死不死的 总兵朱伦 这朱伦呢 一拍大腿 哎呀 这缅甸人呢 他也得过年 等到这缅甸人呢 把这个万任官 和这个铜壁官归还了 咱们的人呢 再撤到铁壁官 这明年打不打仗呢 明年再说 眼下呢 咱们得回到官城当中 过个好年不是 你看呢 这缅甸人呢 都撤军了 咱们也得做出个姿态不是 于是他一把火呀 就把棱木山原来的城寨烧了 带着人呢 回到了铁壁官 在这个铁壁官墙外不远处 建了一道防线 哎 这个高地的名字呀 叫板凳坡 在这道防线上 稀稀松松的布防了 一千二百多人 一千二百多人 眼瞧着这珠轮呢 就要在这铁壁官等着过年了 你过年呢 大概齐也那会儿的缅甸人呢 他不过年 并且前方啊 已然上过一回 这缅甸人议和的当了 这会儿的清军将领 你们怎么就不长点心呢 这清军刚撤回到铁壁官呢 这缅甸人大军就杀回来了 也就是说呀 这猛烈吵哲的义和呀 那就是放屁 什么喝福水不喝福水呀 打了胜仗才是真的 这下子这清军可是吃了大亏了 因为只有一千二百人布防 这缅军打上板凳坡呀 如入无人之境 这清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只能是连夜逃算 把这个大批的粮草军械 乃至火药库 都留在了板凳坡上 那这自然就是这缅军呢 抢的走就抢 抢不走的就烧 据说这缅军引爆火药库的动静啊 百里之外都能听得见 可真是苦了这一方的百姓了 在没有这个清军的庇护情况下 蒙木山一带的百姓算是遭了罪了 这缅军杀起中国人来呀 那简直是眼都不眨 什么火烧枪打呀 只害的当地百姓是哀嚎声一片 据说呀 几天几夜呀 抢夺的枪炮声都不断 棱木山一带的村寨是无一幸免 哎这回行了 站在铁壁关城头上的总兵诸伦 以及早就在这坐镇指挥的提杜李时生 站在铁壁关的城楼上啊 扶着夺口往下一看 看得真清楚 和这个缅军呢 脸对脸了 您瞧啊 清军这点仗打的这个泄气呀 就别提了 因为这个兵少 李时生指挥起来呀 也只能是四处不漏 缅军攻打万人官 这提督大人呢 就得从棱木山一线调兵去支援 这棱木山打起来了 又得从别的地区调兵前来支援 等于是啊 这些兵啊 天天都在路上呢 哎 没头苍蝇一样 把这些精力啊 全消耗在行军上了 难怪啊 这总兵刘特成 说这个李时生啊 是瞎指挥 虽然呢 有这个兵力不足的客观原因 但是在这个军事指挥上边啊 这李时生提督 也确实是有点瞎 就在这会儿啊 最丢人的事来了 就单凭这一条 乾隆皇帝后来杀了李时生 说书人认为啊 这李时生啊 是一点也不冤 作为这个前线最高军事指挥官的李时生啊 这会儿和这个总兵朱伦一商量啊 两个人竟然决定啊 弃官自逃 当然了 他们说的弃官自逃啊 并不是啊 留一座空官在这儿 虽然呢 在这儿也留下兵丁把守 不过这两个人呢 决定啊 撤至山目龙山附近 因为那儿啊 地势比较显要 属于是一手难攻 他们认为啊 在那儿扎营是最安全的 可这二位将军就没想想 作为这个异国鞭爱口岸的铁壁官呢 那可是大清国的体面 怎么说让你们扔在这儿 就扔在这儿了吗 一旦让敌人攻了去呀 那大清国的颜面何在呀 不行 那这会儿啊 不能想颜面了 只能想活命的事了 于是啊 在铁壁官这二人留下了几百兵丁 带着部队呀 山目龙山扎营去了 这会儿啊 总兵刘德成的援军也到了 把大营啊 扎在了翁冷 这缅军呢 还是老办法 派出小谷的部队呀 引诱刘德成出击 这刘总兵啊 不光会发牢骚 他也算是对缅作战的老炮了 你引诱我出击呀 我就不出击 我单等你来攻 攻起来呀 我还是老办法 连环枪 轮分轰击 最后啊 还是个缅军沉不住气了 大军攻营 一方激战下来呀 这缅甸一方啊 死了三百多人 也没能攻进这刘德成的大营 这刘德成进兵了 本来就是啊 要来收复铜壁官的 这缅人一看呢 既然刘德成这块骨头啃不痛 干脆呀 这铜壁官呢 也放弃了 另找一个薄弱环节再进攻 哎 这就是老天爷饿不死 瞎家巧 不但铁壁官没丢 这铜壁官呢 也拿回来了 说到这儿啊 咱们得说这个总兵杨英俊了 这会杨英俊怎么样了 嘿 老头病好了 也不说胡话了 这脑瓜人啊 也不疼了 他缓过神来的第一件事啊 就是赶紧呢 把这个梁广总督杨廷章支走 上文书咱们说了 这梁广祖都啊 是乾隆皇帝 看着杨英俊病了 前来帮忙的 杨英俊想啊 可不能让他老在这儿待着 一旦让他发现自己抱上去的大劫啊 都是假的 那自己这脑袋还保得住吗 于是啊 他就哄骗杨廷章 他说这个 您兄啊 我这儿啊 已经开始议和了 无需烦扰阁下 您看梁广的公务 若要繁忙啊 您就先回去吧 这老夫身体啊 已无大碍 这杨廷章一听这话 那我还呆什么劲呢 我赶紧走吧 我那梁广那边啊 还一大摊子事呢 咱里这儿帮忙干的再好啊 也不见得有人褒奖 我那边要是失了职啊 还得向朝廷领罪 那要是既然这样啊 那咱们就白白了您呐 于是这杨廷章人家啊 就回自己认上去了 这会儿啊 就是这个傅恒的儿子 福灵安不好打发 谁也别以为啊 这福灵安 就是来给这位总督大人 送医送药的 很明显这位俄父老爷呀 那是皇上派来 监视咱们的 要说呀 这人老精 马老灵 这总督阳阳俊呀 这七十岁不是白活的 这眼珠一转呢 就记上心来 于是呢 他就找到这个 钦差福灵安 他跟这个福灵安说呀 说俄父老夫啊 吃了您从京城送来的药啊 已经病好了 您看您是不是 应该回京郊址了 这福灵安说呀 说皇上 让我在军前效力 我看 您总督大人 病情要是有好转 打发御医 一个人回去就算了 我愿意呀 你回来干什么呀 赶紧回去 杨阳俊呀 几句谎话 把这个福灵安 糊弄回北京城 不要紧 可罚这位俄父啊 多跑了四千多里地路 那有人说 怎么四千多里地 对您算起吧 一去两千里 这一来一回 可不是四千多里吗 这杨阳俊呀 看见这个俄父老爷 又回到了军前 这回呀 他是怎么想 也想不出来主意 再把人家轰回去了 于是呢 也只好把这俄父福灵安 就安排在了军中 行了 咱们这场败仗啊 有判了 因为这乾隆皇帝 有了福灵安 这个军中的眼线呢 很快就会了解 这前敌的真实情况 到了下文书 才引得这乾隆皇帝 震怒军中主帅 被纷纷处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